今天凌晨,辽宁男篮决定更换主教练 先任主帅郭世强的位置将被球队攻勋后卫杨明替代 复赛一胜三负是郭世强下课的直接导火索 不过辽宁的问题不是换帅就可以解决的 复赛以来,辽宁先后输给北京、广州和浙江 这三支球队在复赛前的排名都不如辽宁 广州更是倒数第三 可是辽宁却打不出任何战术 国内球员只剩韩德军苦苦支撑 以至于在输给浙江后 辽宁总经理李宏庆都忍不住在朋友圈吐槽 一点看不出人家是打完背靠背的球队 把精力多用在你们喜爱并已经为之付出的篮球吧 辽宁的进攻十分乏力 四场比赛场均只有94.5分 除了韩德军、郭艾伦、梅奥和板凳匪徒高师颜外 其他球员在进攻端几乎没有任何贡献 之前一直号称国内最强拳华班的辽宁 为什么突然不会打球了 首先是大前锋李小旭的意外受伤 辽宁本身就只有三个内线容换 如今巴斯回不来 李小旭受伤 球队只剩韩德军独撑内线 虽然这个大个子场均能得到23.5分12.3篮板 可一方面韩德军体力比较差 无法经得住长期熬战 另一方面他在防守端的覆盖面也不够广 翟小川、朱旭航、陈寅俊这些擅长传切的球员 都在对阵辽宁时打出代表作 辽宁没有李小旭和巴斯在中距离位置的威胁 整个战术体系缺了一环 而且辽宁的外线也不够强 哈德森离开后 球队缺少一个稳定的三分点 对手可以毫不犹豫地夹击韩德军 辽宁球员看上去都不错 可是在离开外援后 他们都无法发挥出自己的优势 再加上人才断荡严重 场上永远是那几个熟悉的老面孔 年轻球员得不到锻炼 一旦像李小旭这种关键球员受伤 球队整个体系边都陷入崩溃 郭世强显得过于保守 下课也并不让人意外 但辽宁队的问题并非牵下史迪芬森或挖角周旗就可以解决 如何持续性的造血 如何在保障成绩的同时锻炼年轻球员 这些才是问题的关键